字幕正想念音 杨宏 可以不是 你出埋我 是你背叛我 上天是很偉大的 他为了男人创造了女人 我爸妈也很偉大 他们为了女人创造了我 我叫Eugene 每个女人一见到我之后 立刻很疯狂地爱上我 后面这位是我的好朋友Eddie 一世都头疼疼 追不到女人 上天是很不公平的 但是我很喜欢的 这位是我现在的女朋友 跟我在一起两年 当年我一出三成功业就已经追到手了 我这么英俊 当然是做空中少爷 回馈大自然 来回机场和出旅程中 我发现 飞机有自己的航线 地铁有自己的航线 巴士有自己的航线 全世界的交通工具 都跟我一样过满 但是我不想再做交通工具了 我真的很想偶远出轨 不舒服就不要来啦 我没事 这个声音应该是 5号鞋 3寸针 还有一个曲了一点 这个人可以命令我的心跳频率 完全跟着这个脚 的确是不简单的 的确是不简单的 竟然不超过一成的功力 就已经追到手了 这么久没有练习 竟然可以再升级 真是神奇 之后 我就经常瞒着 Unice 和她在一起 来心有十八星的内疚 九十八星的刺激 一脚踏两船 是每个英俊应该享有的福利 我只不过是尽一个英俊的责任 Elsa 真的很像一只充满活力的小野兔 和我的花生萝卜 简直就是绝配 我真的不介意给你一口吃了 喂 好久没见 怎么样 最近忙什么 哎呀 忙靠一条新女 哎 记不记得 上前那里等车就遇到那条女 不记得 我和你安了 她真的很棒 知不知这是哪里 不知道 明晚我约了她在这里吃饭 Romantic Dinner 有没有搞错 你知不知在这里做什么 在这里享受做英俊的福利 对哦 为什么你要欺欺一个爱你的人 呀 你为什么这么大反应 我都没有跟Elise说 哪里有欺欺欺 是不是兄弟 自己追不上女 就别不带我左拥右拨 你自己喝完她 我本来没有让名的 直至跟Yu Jun一起之后 她就叫我Yunice了 这个名字就是她会为了秤妥她自己而改的 我希望多些跟Yu Jun一人世界 但每一次拍拖的时候 她都要有Eddie出来 当初我真的不习惯Eddie的存在 但久而久之 我反而不习惯没有Eddie的跟障了 Eddie就好像我影子 不出声跟障我跟障 影子就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 她是没有影响我生活 但看不见她就好像少在一些东西 不知道她得到爱之后 会不会变成财色的呢 ENDD Yu Jun在我身边 和另一个六个女孩组织 其实我都是知道的 我很怕失去了她 于是乱饭揭穿她 继续就好像那只乌龟似 把肩膀缩进到龟顶里面 之后偷偷跟蹤她 就成为我生活习惯了 《龟途再跑》 本来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 这个乌龟已经努力跑了两年 童仔一進場就立即領先 妖怪要贏的唯有方法 就是要等兔仔睡著 但看來這隻兔仔毫無需要 而且越跑越快 如果我要收集這個月流的眼淚 我可以不用搞水費了 我很累 沒錯 歸學可以讓妖怪逃避一切 同時間也有得很累 很累 直到今天我收到一個短訊 短訊是來自一個密集電話號碼 他說姚珍現在和一個女生 在這裡吃餐廳約會 叫我在時候勇敢面對一切 並祝我幸福 我會詢問那個告密的人是誰 但等了很久他都沒有回答 我知道發短訊的人一定是他 我個默默為我付出的影子 我知道你一直愛著我 很感激你 我會很勇敢 現在我要去到Head Restaurant和尿尊分手 之後我們一起吧 烏龜並不一定要勝出比賽 只能夠從我自尊 退出比賽一樣可以受人檢養 脫學後的烏龜原來可以站得那麼直 走得那麼快 今天我終於找到一個勇氣了 Eddie 我希望你都會找到向我表白的勇氣 我會等這一天的 我很小時候就認識了姚珍 她很Charming 而我只是她光環邊的一個笑配角 每個女人都很喜歡她 原本我都很羨慕姚珍 但後來我發覺我不知不覺 更加羨慕她身邊的女人 沒錯 我都愛上了她 這個秘密 我只是說過給我一條金魚子 因為她的記憶 只有三秒 姚珍和尿尼斯拍拖的時候 經常都約在我一起 其實我也很痛苦 但我不想失去任何一個見姚珍的機會 我本來都不喜歡聽古典音樂 但更加不喜歡聽她們的甜蜜蜜語 所以我寧願聽古典音樂 但聽聽聽都覺得挺好聽 每次出來 我都只可以站在尿尼斯的影子下 幻想著我是她 其實我真的很想成為她 上個月 我看到一隻兔子走入烏龜的跑道裡 開始了一場龜兔賽跑 雖然烏龜的勝算很低 但就算多低 都起碼有個機會 如果有一條金魚都想加入這場比賽的話 我想簡直就是苗上天開 因為她連參賽的資格都沒有 金魚的世界 永遠隔著一個浴缸 外界永遠不會了解她 她只可以隔著一個浴缸 觀賞一場比賽 好久沒見瑤磚了 好掛著她 於是我約她出來 Happy Hour 原本我很期待跟她單獨見面的機會 但一見面 她開口閉口就說起那個女人 我聽完之後 又傷心 但又很生氣 我真的不想一見面就吵架 所以我選擇了離開 這一刻 我真的很想把瑤磚和她女人的事 告訴Yunice 讓她可以反擊搶回自己的男朋友 但如果我真的要跟她過密的話 我就必須要匿名 以免被瑤磚知道了之後 連我這個朋友都沒得做 對 不是吧 怎麼搞錯 為什麼會想到我喜歡她 你以後都沒再找我 曾經聽過一句說話 有一天問 為什麼一條金魚要躲在水裡 金魚回答 因為她不想被人看到她流眼淚 的確 一條金魚連當眾流眼淚的資格都沒有 任何的哀傷 都必須自己去勝手 我問你啊 她是誰啊 她是誰啊 你說誰不重要 你到底瞞了我多久啊 好啊 你選她不選我啊 你一定會後悔啊 你一定會後悔啊 啊 那天我很憤怒 眼耳口鼻 心肝皮肺神 都很憤怒 喝啤酒 不可能改變我現在的心情 但如果所有人失戀之後 都不喝啤酒的話 啤酒總會倒閉的 我告訴自己 在我走這三千步以內 我一定要找到一樣 可以令自己快樂的 當我走到第2759步的時候 我遇到這個人 為什麼每一個男人都這麼賤格 一個女朋友還不夠嗎 更恐怖的是 我發現她女朋友在炸睡 每一個女人的宿命都是這樣嗎 我恨不得把你的花生蘿蔔 削成蘿蔔糕 我記得她的手機號碼 當晚我拒了Elsa這個假名 跟她交往 至少我就很喜歡看卡通片 然後幻想自己是一個 伸張正義的Superhero 今次我的任務 就是幫這個感怒不感言的女人 離開她的男朋友 在這個龜兔賽跑故事當中 兔子根本不虧參賽 她的出現只是跟烏龜說 其實這場比賽並不值得參與 否則贏了我之後 葬斌只不過是一條為我 你出埋我? 是你背叛我 你以後都沒有再找我 你以後都沒有再找我 你以後不要再找我 比賽還沒結束 烏龜和兔子都選擇了中拓戲拳離場 而這條金魚 也都沒有勇氣填寫參賽表格 這場比賽真是難 無謂強迫自己去吃蘿蔔 先生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嗎? 看來只有我自己 只能幫到自己 謝謝 其實這條金魚 都沒有必要田姐參賽表格 又或者這場比賽根本不屬於她 無謂強迫自己去吃蘿蔔 謝謝